委員長的營運揭霸 我們現在要請周局長來做營運報告 周局長所率領的團隊 大家看得到24小時絕對不打烊 台東站內站長在這裡 有事沒事請找他 我們現在要歡迎我們周局長營運報告 局長請 總統 院長 部長 縣長 各位委員 各位貴賓 各位鄉親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剛剛非常感謝鐵工具曾局長的一個工程簡報 那麼我要利用這個機會 因為是一棒接著一棒 所以台鐵要特別在這邊跟總統報告 台鐵的花東鐵路電計畫 簡單的說就是花東鐵路現代化 那麼我們 我們在4月7號就是整個電力通電之後 整個電力單機啊 電力機車的測試完畢 那麼陸續的呢就是 這個500型的 就是西部在跑的區間電電車 接著呢就是我們現在主力的 PP電電 自想號電電車 那麼在4月18號就是普悠瑪測試 那麼這個密集的測試呢 其實在4月18號看到普悠瑪到達台東車站的時候 還有縣長還有從花蓮一路到台東 所有這個鄉親對他的這個歡迎的程度 那麼讓我們台鐵非常有信心 一定要做好接續的工作 那麼在輿應的準備工作 除了我們在3月份4月份5月份 分3P的電力人力的這個進駐 那麼也同時成立了花蓮的電力段 那麼相關的這個人力配置之後 也非常謝謝兩區的一個合作 那麼我們為了能夠更確保整個一個安全 那麼我們也普悠瑪的車輛的測試呢 我們也按照從4月18號開始的所有的資料的累計測試 而且送到日本去做檢驗 我們感謝勞士的認證 最後在6月20號 如期通過第三個獨立認證盤的IVMV的這個認證 那麼我們也希望能夠提升我們整個主要的車站 花蓮車站跟台東車站 那麼也完成這個所謂的認證 這個認證很有意思 它是一個有神秘客的一個認證 那麼來確定我們在花蓮跟台東的車站 符合國際的一個服務品的認證 那麼當然未來兩個新站的完成 也會在執行這樣的一個品質 另外我們會在整個各站來做一些 我們延延縣的部分有非常多的提交道 所以我們也做了非常多的電話安全的這個演練跟宣導 那麼也非常謝謝花蓮縣政務跟台東縣政務的協助 那麼我們從小學中學大學 我們都去做一些相關的這個宣導去做 整個古庸碼的這個加入以後 也就是電氣化完成 那麼其實有兩個部分 也就是我們把新的列車的投入 那麼同時做一些PP車的一個調整 那麼而且把這個DR2700型的車子 就是一些應該預留的車子 就應該利用這個機會來開放掉 那麼同時加入我們剛剛有特別介紹的 新的這個 也就目前在500型的這個區間車 來做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成的一個服務 那麼我們有一些這個DMU 也就是採電車的這個自強號 也就移到我們南迴的鐵路 來增加我們南迴鐵路的運輸 那這樣子的一個車輛的一個調整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我們東幹線來講 那未來就是會有一個很特殊的 而且非常重要 在運輸上也就是有直達車模式 半直達車模式 以及多站停站的一個模式 那麼這樣子一個模式的運輸型態 可以充分的反映我們花東的觀光的一個特性 也就是就像電梯一樣 要有快的電梯跟慢的電梯 也就是能夠讓快速要到達北花東的這樣的一個乘客 能夠透過這樣子一個停站的模式 能夠快速到達 那麼也希望能夠透過多站停站的模式 那麼讓所有的這個旅客 都能夠在我們的這個花東的沿線 來做停站的一個服務 這樣子一個調整 那麼花蓮到台東總共有28個車站 那麼我們經過這些路線 以及橋隧的這個調整之後 我們有西口的隧道跟越美 西口的這個隧道之後 因為西口的車站跟這個越美車站的廢站 那麼我們有增加一個離人的車站 那麼這樣一個調整 有27個車站 所以我們在平常 東幹線跟西幹線不一樣 東幹線的平常日叫週一到週四 其實它在週五的時候就進入假日的模式 所以在東幹線是週五週六週六它是個假日的模式 那麼我們在北東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可以到這個增加了這個 十六組的車 十七組的鼓勇用馬之後呢 那麼整個運能上可以提升到40% 那麼我們在南迴的部分 也增加了DRC的部分 DMU的部分 那麼我們可以整個運能可以提升到30% 那麼今天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是一個守望的時刻 那麼也非常感謝各位貴賓在總統的力量 院長的力量之下 那麼我們在明天跟後天呢 會有一個體驗 也就是免費的這個運運的一個體驗 那麼讓弱勢的團體跟我們的血統 那麼能夠來搭乘這個普悠馬 那麼我們是從台東車站跟跨電車站來對抗 那麼七月一號到七月十五呢 是屬於市運運的階段 那麼我們在七月十六號凌晨開始 就正式進入整個新的一個頒表 那麼我也特別用這個機會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台鐵的年度的這個頒表 可以穩定下來 會在每年的二月來進行頒表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頒表調整之後 算是幅度很大 但是我們會聽各界的意見 那麼以符合需求調整供給的方式來做處理 那麼因為大家相信的這個非常熱絡 那麼我們也希望有一個敦氣募領的方式 除了這個免費的體驗之外 我們在七月一號到七月五號有五天 是用八字的方式來會 那麼最後也利用這個機會 我們可以跟各位貴賓報告一下 台鐵除了迎接新的電氣化時代來臨 有新的補優碼 我們也跟地方來跟觀光做結合 那麼我們也會特別由一組這個一個Train 這個補優碼的這個做為觀光的包車 那平常日能夠來滿足這個觀光的這個服務 同時我們在七月份 等於是剛剛特別跟各位介紹的DR2700的這個光光號 會正式退役 所以我們會在七月辦理一個這個 我們光光號的這個 這個最後一次 也就在七月十五號的時候 最後一個一列光光號列車的一個活動 那麼我們會在八月份 因為我們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叫 仲教寶島號 也在日本也非常受到矚目 那麼我們希望 我們在今年六月九號 完成的這個CT273 這是我們台灣最後蒸氣火車 與你最後退役的蒸氣火車 那麼我們這個蒸氣火車是一個非常大馬力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80公里的這種範圍 可以來營運 那麼我們就會利用這一次 在這個八月八號 父親節這個時間呢 跟我們的華麗縣政務 跟台東縣政務來做合作 那麼我們希望能夠定型化 來爭取國際的功能 非常簡單的跟各位長官做 跟鄉親做報告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我們當次先回過 接下來我要介紹我們立華月 鐵師